鍋子 保溫瓶 琳瑯滿目的禮品 都是往年股東會送出的紀念品 今年隨著股東會忘記即將來臨 小股東們依舊關注 到底可以領到什麼紀念品 發現一個最特別的地方是 上司會公司 現在還滿懂得行銷 他們會在適當的時候呢 把他們紀念度的股東會 常會 也包裝連同商品一起包裝在一起 有的是送什麼回照啦 手工回照那種 他是一個人喜歡的 我是比較喜歡鍋子 比較好一樣 觀察今年已經公佈禮品的 上司會公司 凡甲要送出洗衣巾 魚占是隨身碟 東森是獨享湖北組 主打實用性禮品 另外去年中鋼股東會 禮品太晚 獲得股民廣大迴響 今年股東會則要送出鋼股傘 採用的是胡綠色 被中鋼人稱為地分泥色 上面印有台灣黑熊暴數的圖案 再度掀起話題 你是中鋼的胡綠嗎 有啊 他的傘不錯 他每年的傘都不錯 另外 今年也有越來越多的上司公司 送出禮券 禮券的部分就是全家還有7-11 其實大家都蠻喜歡的 還有就是他有咖啡兌換券 7-11商品就好像有好一點 商品就可以 股東會 股東會即將登場 上司櫃公司 除了業績跟股價 要讓股民滿意 股東會紀念品 若能花些巧思 可以讓小股東更開心 聯合報系記者葉思敏 楊昭晨 謝美芬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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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